开心扮庆功宴 艺人成为林根老公 宋一鸣甜蜜蜜现身 宋一鸣更变装化身为 韩剧太阳的后裔男主角 就为了讨好老婆大人 最近将主业生活重心摆在做公益 夫妻两笑称难得为副业合体 因为靠着脸书直播的魅力 产品去年热销五百万包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都吃你推荐的东西 然后都觉得这么的有效 那样的一个成就感 是我没有办法来形容 我刚刚去买咸酥鸡 然后因为我才是买很多 多到一个 老板说 这全家人要吃是不是 我说没有啦 我一个啦 吃喝玩乐都能聊 网路的五远福介 让艺人也紧抓商机 拼事业第二春 有人团购转冲城 艺人陈威玲宋一鸣 则是借着亲身经验 直播推荐商品 大家喜欢真实的看到你 你真的在吃什么 所以我觉得其实透过直播 我就让大家真的看到 威英姐 所以大家常常就是 看完我的直播就立刻比如说 po照片就说我也去买了 那个反而是拉近了 我跟粉丝的距离 通过网路直播 艺人拉近于粉丝的距离 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 无形中创造另类的销售奇迹 记者台北张同报导